老花一每个一档回答一下错误的羊毛问题 你看第一个错误问到了一个锈球生祭马的问题 前段时间怎么怎么的 其实祭马我们也感觉非常的头疼 你看我们牵插的一些球篮 包括我们长的一些植物 它把所有的新叶全部获获完了 本身植物在长新叶的时候 它会倾其所有 把所有自己的能量全部转化到上面来长新叶子 长到叶子多了可以获取光合作用 然后再回馈母体 这是一个循环 细码就打破了这个循环 你看现在再长出来的叶子就显得 无精打采的 其实说白了 你要是再补上点肥料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给你的一个什么建议呢 就是如果你是北方的花肉 现在就拉到室外 为什么说锐血造风险 就是极寒的一个温度 会冻死很多的虫子和虫卵 它比你打药来的健康多了 而且锈球你给它低温春化一下 就休眠一下 你就让它歇息一会 你先别长了 先歇息一会 它就会内部缓慢地去积攒很多的能量 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 它会迎来一个爆炸式的生长 懂吗 你自己看着来吧 要么现在就是施肥 适当地给一些光照 别爆菜就可以了 这种光照最哇塞 要么就是你拉出去给它动 有话说能动什么 它动死吗 就跟肚结一样 能肚过去就成仙 肚不过去也成仙 你看它是当天仙还是地仙吗 对吧 你自己选择 下个月我说老花衣 你看看我的花吧 也是绣球 你跟那个兔宝一样 你自己考虑 我觉得这拉到室外动一动会更好 肚个结 要么要么成英雄 要么成狗雄 下个臭宝说叶子红了 这就是动的 这个就是动的臭宝 你像你这个 如果说 你这个气温能一直维持到现状 你可以不用管它 过上一个月左右 或者半个月吧 最起半个月 如果说你这半个月不会降温 你就先放外边 半个月之后 你拿到屋里边 把这种所有的这种发红的叶子给它揪掉 然后呢 它就会开花 要么呢 你就把这个 让它使劲动 使劲动 让它自然动得落叶 但是呢 我会感觉 这上面的这个花苞啊 也会冻掉 它其实已经完成了 大部分的花芽分化了 也可以修剪 也可以让它开花 你自己看着来吧 你想要看花 现在班室内可能略早一些 就最近这十来天不降温的话 在外边待一待 拿到屋里边让它开花去 把叶子拔了 要么就是你自己看着办了 要么就剪了那锅中去吧 这个反正花我看着也开不大 下个中博说 养了五年不夜程 最近换了泥炭土 换完叶子出黄斑 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这个不是泥炭土 你这个换的不是泥炭土 哪个老师教的叫泥炭土 这就是泥巴土 这不是泥炭 买到假的了吧 泥炭土不是这个样 换土 换盆可以 为什么要换土呢 就是你们这一家几口活好好的 换个大房子 大耗石 添点家具 这个是丝毫不影响 好家伙了 你给我大舅子 来了个家庭大换血 我大舅子他也不习惯 植物来是一个道理 他会出现一些硬理反应 他不习惯 尽量别换土 你换盆加土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操作了 我也没看到所谓的什么黄斑 如果说你老是感觉 长得不太挖晒的话 可以喷一点点的杀菌药 适当地给一些光草 别爆晒 把下面的不好的叶子 可以摘出 你也可以让它自然地回收 适当地来一流肥料 下个处宝说 老花一在等我 我也在等老花一 这个风川墨里 把把麦 叶子都长下半部 顶端完全没优势 几个意思 几个意思 这个下半部都不很正常吗 植物的顶端 觉得生长受限了呀 你花盆小了呀 它营养输送不上去了呀 它只能憋着想别的招啊 因为这种风川墨里 它爬疼啊 它需要衣服在一些东西上 你比方说衣服在那种墙上 墙上的它会把根长到墙缝里边 它可以长气根 你这个又没长气根 它肯定就长别的地方了 明白了吗 要么就是你给它 适当地喷水 喷肥往上面 要么就适当地换一个大腿 来点肥料 我看了一下 你们那边气温不是那么低 就现在就是缺肥 缺乏根系生长的空间 要么你就让它长气根 就这么简单呗 行了 嘿嘿 嘿嘿